而且我能知道上次從前古人的事 下到未來的事我都知道 小孩子很臭屁喔 這樣說不臭屁啊 臭屁喔 為什麼叫臭屁 因為我們不下去嘛 屁不下去 聽不下去 我們才會說什麼 臭屁啊 因為難以入耳 難以入鼻 聽不下去 然後我們就很自然就會怎樣 臭屁 但是世尊很是非喔 他沒有給他說 他講了一個比喻的故事 從前有一個人 他就說我跟你們講一個故事 從前有一個人 他是一個很有錢的人 他錢多到說我就隨便來 是錢多到這樣子的人 他有一天就走啊走啊走啊 他就看到說有人在蓋樓房 那樓房有一層一層的樓房 就說這一層一層的樓房啊 這麼漂亮我也要來蓋個三層樓 那那個請來那個建築那個房子的人就說 師父啊師父啊我要蓋個三層樓 師父說沒有問題 然後就開始從一樓開始蓋嘛 從一樓開始蓋啊 他就說你在做什麼 這很有錢的人就問那個建築師說你在做什麼 我這天你蓋三樓啊 不對啊你現在蓋一樓啊 我要蓋三樓啊 他說不我要從一樓開始二樓 再接二樓再蓋三樓 你才能夠一層樓一層樓往上爬 不對不對 我是只要蓋三樓就好了 要怎麼蓋 他給他蓋的這樣子齁 他假設他給他蓋的他就 好吧 他說師父你就是這樣講了 那我只好跟你應該三樓了 剩一層嘛 兩層嘛三層 好吧 你既然就這樣講 那我只好以你的意思蓋了 他就把柱子怎樣 疊疊疊疊疊疊疊的很高 然後就在上面這個蓋的三樓 這個建築師也很厲害 在古印度在士尊講這個話的時候 已經也很厲害 他講這個故事代表當時的建築 建築師也很厲害 有這個智慧 他真的就給他蓋了這樣子 可是有些人看到 哇我好高興喔 我有一個三層樓的房子了 然後這個建築師就跟他說 你真的覺得這樣可以嗎 你要住這樣的房子嗎 他還是很 有一點點的良心 覺得說他心裡不安啊 因為這